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來到葵涌Jaguar Land Rover的品牌體驗中心 就看一個展覽 這次葵涌這個品牌體驗中心封了一半 就做了這個叫Jaguar Museum Hong Kong 這個期間限定展就由今天開始 5月10日開始 一直到5月30日 差不多一個月 我們現在立即進去看看有甚麼車 我們今天來到專店裏 看到他們放了幾架新到港的型號 第一架是F-Type 2.0 Turbo 試車報告大家可以看看我上次的影片 左邊這邊有夢長介紹他們 由1948年開始一路 直到現在的新車 這兩部就是今次最新的主角 可以這麼說 剛剛新到說的這部就是F-Pace 以及E-Pace 這兩部都是2021年的Face Lift版本 我們看到的分別就是F-Pace 就是這個鬼面罩 鬼面罩是用了一個新的設計 另外頭燈是比較扁 那架新的XF是很相似的 新的地方就是它配了一個2.0 Turbo Engine 然後再加一個48M hybrid system 這架就是F-Pace 250 馬力250匹 暫時香港就是這個版本 我們看到Link 也是新款 裡面內籠是全部更新了 中間的螢幕是比舊款大些 另外就是用了一個新的interface 內籠是比舊款更加精緻 來到車尾的尾燈 其實它的尾燈也是跟XF的房車相似 亦是有一個比較扁的尾燈的設計 LED尾燈 另外大家看到它的尾的輪廓 是更加方角化 更加像我們剛才看到的F-Type 的炮車 來到這邊我們看看這架E-Pace 最顯著的改動就是這個鬼面罩 內籠也是全面更新過的 另外中控台這個螢幕也是比以前更加大了很多 現在差不多所有Jaguar的新系列都用了這個interface 波棍也是新設計的 座椅款式亦是更新了 P200 版本就是2.0 Turbo 引擎 再配備48W Hybrid 系統 車價是$499,000 看完兩部SUV之後 我們來到另一個展區 這兩部也是這次展覽的主角 一部就是黃色 我們看到這部就是E-Type Cope 即是Jaguar最經典的跑車 大家都知道 展出這部更加是Copey的版本 現在二版本後面有後座 你看到它這個形態是很特別的 比較厚一點高一點 後座亦都有充足的頭部空間 E-Type Copey就是用了4.2公升直錄引擎 269匹馬力 這部車就配了三前軸的自動波 旁邊那部就是F-Type Project 7 限量生產250部 我知道當年只有兩部行貨來香港 設計的靈感就是源自D-Type 這部車在2013年的Goodwood亮相 Project 7 的七字就是紀念這個品牌 七次奪得Lamont 24小時內力賽的冠軍 這部車基本上是全開服 另外買車是包括一個頭盔 這部車亦有很多專用的配件 有很多carbon fiber 的 parts 今次這兩部展出的都是非賣物 過到來這邊還有一部 2021年款的i-Pace 電動車 近期電動車的市場都很熱鬧 但這部車好像被大家遺忘了 2021年款的規格是沒有改變的 它都是用90kWh電池 WLTP 是480km 我們看到這部是SE版 現在加稅後價錢大概是120萬左右 這部展覽的展出日期由今天 即是5月10日一直到5月30日 大家有時間都可以下來看看 然後再加稅後 不可以製造